三年前我和潘天红在香港拍了一支广告片 名叫《发现夜的美》 我们当时借用了大江一台还在开发中的电影机 自带防抖云台 那一台工程机的内部代号是斯塔克 三年时间里他改了很多的版本 做了很多的迭代 直到今天他带着正式的名字 大江如影4D电影机 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那么首先和传统的手持云台相比 这一台电影机多了一个轴 它的学名就叫做第四轴 它的主要作用是抵消摄影师在拿着机器走路的时候 脚步产生的上下的颠簸 是的 这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像机头一样的稳定 在打开这个第四轴以后 你可以用如影4D来模拟轨道兜里的效果 长的轨道 环形轨道 甚至是大家平时拍产品的时候用的小型的电动轨道 都可以模拟 那么在画面上面看 它非常的稳定 几乎没有任何有脚步引入的步伐感 说到稳定器 说到手持云台 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非常痛苦的调频的过程 你每次换一个镜头就要折腾一遍 非常的痛苦 但是在大江如影4D上面 因为从机身到云台再到镜头 全部采用大江自己的产品 所以你甚至可以在不调频机身的情况下 直接换完镜头就开始拍 甚至你可以用索尼等等其他厂牌的镜头 你接上去以后甚至可以调用自动对焦等等高阶的功能 说到对焦 你会发现它们的镜头上方多了一个LIDAR模块 在监看屏幕上面LIDAR会生成一个顶式图 对于专业的根胶员来说 你甚至可以不要再通过峰值对焦这种辅助工具 而直接通过顶式图找到焦平面所在的位置 这个看起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设计 可以算是大江的一次技术展示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江如影4D在电影机这个本职工作上面的表现 首先我手上的这台6K版本 它有两档原生ISO 一档是800 还有一档是5000 也就是说你在拍夜戏 在没有非常好的光照条件下面 它的成像效果也没有问题 其次它内置9档的机械ND 从CLEAR这一档到512档 这决定了你即便在大太阳底下 你也能够在光圈全开的环境里拍摄非常自然的运动模糊 那么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它这一块感光元件的果冻效应稍稍有些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疯狂的甩镜头 或者拍摄非常非常快速的横向的斗力镜头 那么这期节目的时间有限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感知最强的部分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关于这台电影机其他的问题的话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一周的节目再见